说起植物染,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经常用于天然食物染设计的蝶豆花 不过用于布料上的蓝染其实并非来自我们所熟知的蝶豆花 而是从鸟蓝、松蓝、马蓝或木蓝这四种电缆植物萃取出来的染料 本地艺术家甘伟燕用来创作的蓝染染料就是从木蓝这种豆科植物萃取而来 在那个科学名称在英文Indigofera Tintorial 如果是全天然发酵,那个渣其实可以拿来做肥料的 如果我是通过保险粉来抽取空气 那个我当然跟那些化学染,它的那个破坏环境的那个其实是很低的 因为我是破坏的背景 我喜欢的原因就是它的艺术性 我不会非常强调这是天然环保 因为我觉得我要从我自己的初衷来去介绍给人 众所周知,蓝染是一种古老的应染工艺 这是我的 öz Dzian境 你会一遇见 因为我们知名的自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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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件衣服 或许你会觉得很贵 但你把它看成一个艺术品 而且是把艺术品穿在身上 或者是挂在家里 然后室内装饰 那你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为了让民众体验到阮师阮部所倾入的时间和心力 甘伟宴也开办阮阮工作坊给公众参与 她透露大多数人都以为阮阮不过是杂节 浸阮和晾干这三个步骤而已 实际上蓝染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的讲究 而且影响成果的因素不仅仅是染色的步骤而已 还要考量到很多的细节 这当中就包括了软缸的状态 面料的厚度以及事先处理的方法 把那个面料预备过后 我们就进行制作 要看用什么技术 是扎软啊 是扎软也有很多种 通过缝啊 或通过用塑胶签把 就都有不同的难度 或者是那个日本的折颊的技术 很多学生会说 他们以为那个东西 无论是你夹或者是你扎或者缝过后 你就把它掏到染缸 它就会自动染色 然后你取出来就是一个美丽的画面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在缸里面很多时候 那个手都还要 在那个折叠层层里面 你就是要开那个缝那个孔 让那个染缸进入里面 因为染缸的分子 还不是小到能够 透过每一层的面料来 进到里面那一层 当然密度很松的面料 它渗透力当然好 仿制密度很密的面料 就非常难渗透 在那个染缸的技术方面 其实是有很简单的 可能就一两个小时 一件成品能够出来 也可以繁复到就是 用几天的时间 去扎 去预备那个面料的花纹 然后再用 一两天的时间来染 配合森大美有限公司的 在她眼里 妇女节艺术展览 甘伟燕也第一次 将自己的蓝染创作 扩展到装饰艺术的领域 她给这个花了两个月 创作的作品取名旅程 所以我这一个展 我就讲了一个女人的旅程 就是从我自己身为一个女人 在女人扮演不同的角色 里面九个角色 有身为一个妈妈 身为一个女儿 身为一个太太 身为一个朋友 身为一个妹妹 身为一个在职场的女性 还有身为一个媳妇 包括我未来的角色 身为一个岳母 身为一个婆婆 所以透过这几个角色 我来表达 我在那个 这几个角色里面的体验 所以就是希望 透过这个展览 女性能够 有同理心 彼此鼓励来去体验 一个女人的行程 也希望通过 我的这个过程 能够鼓励女性 你在人生的下半场 仍然可以有梦想 设在吉隆坡 美拉华地 森纳美销售廊的 在她眼里 妇女节艺术展览 将会持续到 2023年4月3号 该展览除了有 甘伟燕的蓝卵装饰艺术 还有她的几幅画作 你既能在这些画作中 看到蓝卵 也能够感受到她 对纺织最初的热爱 前线视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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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